常出席各大品牌活动的侯佩岑 虽然走入婚姻生活 人气却是依然不减 近期不仅主持节目不断 更成为活动出席的常客 星期二侯佩岑担任全台最大珠宝独立店的开幕嘉宾 身穿粉红色常礼服 佩戴价值4000万的主题钻石 让他好生喜悦 笑个不停 晋升为美丽人妻的侯佩岑 身穿宛若繁花盛开的常礼服 佩戴闪闪发亮的鱼儿主题钻石 灿烂的笑容让他内心的喜悦一览无遗 这个星光大道或是重要的场合 会戴上漂亮的珠宝 自己平时可能不会戴这么贵重的珠宝在身上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穿上礼服的时候 有对的搭配 真的会让女生好像穿上高跟鞋一样 就有不一样的那种高贵跟优雅的气氛 现场摩托儿展示各式各样的名贵珠宝 有黄金 钻石 宝石 珍珠和翡翠等饰品 侯佩岑最喜欢的是 很喜欢的还有这个复古新娘 这是金色的 那边有金子 我觉得把金子给丢得像蕾丝一样的 我觉得在身上 然后好像披萨一样穿着 然后我觉得那一款让我感到很特别 喜欢归喜欢 如果想收藏 刚迈入新婚第七个月的侯佩岑说 不会要求丈夫掏钱 等储蓄够了 自己再买一两样 我们都是各自自己打理自己的style 所以比较不会说很希望他买东西 或者是像我逛街的时候 也希望都是自己逛 我比较不好意思 如果先生在旁边 珠宝秀另一个吸睛焦点 名模陈思璇 穿戴国际设计大奖作品 雪飘飞惊艳全场 与侯佩岑两美较劲 散发璀璨光芒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奎莫 陈玉平 台湾台北报道